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9月11日星期三的大事亮點 我是Jeff劉宇良 大陸9月港股方面做得不錯 因為之前一連串的負面因素 去到9月也有一個很專的跡象 先說中美貿易戰 之前就說9月會開會 一直都沒有訂到日子 最近就訂到日子了 會定行10月初在華盛頓舉行第13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的初商會議 美國財長露音這個星期也提到 在一些有爭議性的問題方面 例如知識版權相關的法規方面 其實去到最近已經有概念性的協議 進一步走近一個達成協議的跡象 另一方面聯儲局那邊減息 9月18日下個星期就會有9月份的議息會議 看到其實去到減息四分之一來的機會 達到97.5% 上個星期的時候 其實市場還有少少預期會減息半厘 看到有25%是預期在9月18日會減息半厘 上個星期 到今個星期看到其實跌到2.5% 因為見到其實美國方面的債券市場都做得不錯 見到經濟方面的衰退方面的憂慮其實是減低了 因為見到其實知識債券方面的倒掛 或者稍後會跟大家看圖 就會已經有一個改善 看到今年年底究竟會減息多多少次呢 市場方面 預期大約有一半的機會減息多兩次 即是會在今個月下個星期的時候減息一次 然後去到10月或者12月就會再減息多一次 剛才跟大家說到知識債券方面 10年期和2年期的倒掛其實已經在9月份出現過 但是最近這個星期那個倒掛已經沒有了 見到10年期的債券已經升超過高2年期了 令到英際憂慮的衰退也進一步減退 因為見到資金已經由避險的資產流入一些Risk On 去承受一些風險像股市那樣的地方 見到金價方面都跌穿了1500元 然後油價都連續升了4-5天 中國方面國務院總理李克群 上個星期就主持了一個國務院常務會議 當中就提到要盡快落實降低實際率的水平 以及要及時運用這個普遍降準和定向降準的工具 上個星期的文章裡面我都提到 中央通常到中午收市之後或者週末就會有一些降準 減稅的套示出來 很大機會在上個星期的收市時段就會有降準的消息出來 結果開口中了 一收市就5點多鐘就提到降準的消息了 人民幣方面其實這個星期都是一直升上去的 上個星期大家還在怕會不會跌穿7.2 還在挑戰一些十年來的低位 我看到其實這個星期都坐好一點 其實回到7.1這些位置已經止跌回穩了 剛才跟大家說到降準了 其實對於市場的刺激是怎樣的呢 那我就在圖表上輕輕地把這幾年的降準的時候打升 看到打升之後 降準之後股市的走勢 這就是恆生指數的走勢 例如2008年的時候 其實有一次年初的時候降準 看到降準之後股市就升了 但是其實去到年中的時候的降準 其實股市都一直跌下去 去到10月份都是一直跌下去的 那看到其實如果統計一下 對上16次降準的時候 消息公佈之後5天平均的市場上升了0.2% 但是上升的機會只有43%左右 看到其實降準之後股市升還是跌 其實都是有一個隨機性 沒有說必然的好市或是必然的壞市 那看到其實這個星期 這個月就是踏入回9月 其實中國一直公佈的數據都做得不錯的 比如像PMI一樣 中國財商製造業的PMI 和服務業的PMI都已經走在50%以上的 都是在較7月份上升 以及尤其是服務業就創了3個月新高的 另外一方面 因為昨天公佈的CPI數據 也是比市場的預期更好 大家要注意一下 食品價格升幅比較多 普遍食品價格升了1成 其實豬肉的價格更加升了4成6 另外一方面 昨天收市之後 中國方面再有一個派堂的行動出來 不知道是不是 接下來70周年的國慶 中央想市場普世歡騰的氣氛過這個國慶 看到外管局取消了QFII和RQFI的配額限制 這個限制其實是2002年開始實施的 看到一直都放鬆 2017年的時候 將額度對香港的RQFII的額度 去到5000億人民幣 到2019年的時候 QFII的額度 由15億美金到3000億美金 今年2月一直都有一些文件 要繼續放寬 到9月就實施了 到9月就實施了 取消QFII和RQFII的投資額度的限制 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 看看現時QFII的額度 其實每天都未用完 但是現在開放之後 相應資格的境外求資者 只需要登記 就可以自主匯入資金 進行合規格的證券投資 絕對可以激活到 內地的A股市場 幾個大的消息 降進了 放碎了9000億人民幣 標普和道瓶斯也公佈 今個月會立入A股名單 加上取消了QFII的額度 看到70周年國慶之前 股市由8月升到9月 A股已經升上了3000點 看到今年A股的表現 遠遠較港股好的 看到由1月初的底部 年中的時候 A股曾經挑戰過3300點 不成功 回到2800點 其實回到2800點 是一個重要的關口 因為上年10月份的高位 是2800點 今年回到5月、6月、7月的低位 都是在2800點左右 這個紅色線 朗月後回到升 下一個位置就是3000點關口 當然是黃色圈圈這些位置 之前是裂口低開 裂口低開來跌穿了3000點 現在回到上去 已經將裂口補回 也挑戰這個阻力位 如果可以站得穩定3000點樓上 就會先看318點 一格一格看上去 A股方面 港股方面 看到之前 其實7月、8月 都是一連串的不好的消息 貿易戰 人民幣的跌 然後香港內部的 因為政治事件引發的示威行動 令到港股的氣氛 或者經濟 或者市道 都是一片仇雲慘霧的 但是去到8月15日 看到其實港股 要踏一踏年內的低位 1月3日的低位 24896點 8月份的低位 24899點 這個我視為今年 2019年香港的一個 港股的一個商底 這個月就升上去 升穿了之前的一個 很大的阻力位 我自己就算過 在2018年的市底 就是24540的起步點 升到上去 2019年的高位 30280 然後回調 黃金比率的0.618 剛好就是 港股6月4日的低位 看到26,700點左右的位置 看到其實 港股踏一踏這個位置 做了一個強勁的反大 在7月份的時候 升到29,000點 這個位置其實 到了今個月 港股 市原底之後 升上去這個位置 做了一個阻力位 看到其實 林鄭撤回了 《逃犯條例》那天 港股升了1,000點 那時候 那天就挑戰了26,700點 這個位置 結果連續5天 包括今天 第6天 都是在26,700點 這個位置 都是點一點的 那之前三天就出了陰燭 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那今天 就很明顯 開市的時候 在27,700點以上 然後再 向上升了 300多點 那看到其實 港股方面 其實勢頭已經轉了 之前還在擔心 會不會繼續挑戰 年內的低位 24,800 96、9點這些位置 守不了呢 那會不會繼續 現在很明顯 就告訴大家 經過了9月份之後 今晚已經 站穩回10天 20天以上 那即是不會再 繼續沉底 那今天更加修復了 50天線 看到綠色線 這裡 50天線 就是27,000點左右 今天如果 站得回到27,000點 那就會再提高一格 看到這裡 看到一個大列口 這個列口 就是在之前 特朗普突然間 突然間說 將3,000億的中國創口商品 加10%關稅 那天 是一個大列口 跌了大約 500多點下來的 那如果今天 港股可以在50天線上 站穩的 絕對有條件去補回 這個大列口 看到嗎 其實這個只是一天的市況 就跌了500點下來 看到是真空地跌下來的 所以要升上去 絕對可以很急速地上升上去 這個就是我對後市的看法 記住26,700點 這是一個重要的支持位 阻力位 看到如果港股市回落後 可以繼續看好後市 但如果一旦跌穿26,700點 勢就會轉差 那就要看著26,700點這個位置 好了 和大家說 9月21日星期六 我,Jeff和Henry 我們頂子公司的另一位同事 嚴抱的經理 就會跟大家做一個講座 主要是說回第四季的投資部署 看到港股在第三季 又好又差 看到上上落落 其實大家一直都是在打下風波 8月份的時候 踏入9月就好一點 勢頭現在轉回 市場都回落 究竟怎樣去部署呢 Henry就會跟大家說說黃金的走勢 還有整體環球市場期貨的走勢 環球市場期貨的走勢 我會主要跟大家說 股票市場 大市 焦點板幣 還有選股的策略 記住 9月21日星期六 興觀塘的Grafity 報名可以興到我們公司 或者在我個人的Facebook專頁 在JeffLoudstock 可以報名 關連連結就可以了 明黑有限 費用就全面 到時見了 9月21日星期六下午3點鐘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